高期师开示,什么是业力? 三,从修行意义上谈供业的对质,在今世今生,在供业对我们影响更大的今天,我们为什么要组织供修,更重视陀罗尼的功德,供修准皮咒,更重视佛利塔利。 正是因为末法时期,供业比较大。 业力的发展也从小城,大城,到金刚城,发展到我们现在要用圆咒对质业力,佛是献给我们以圆咒来对质业力的解决办法,对质我们末法时代供业禅附的现象,因此,我们才有大静观法会。 佛菩萨对业力不同层次的认识,都是针对当时的众生不同的显现。 原始佛教为什么业力那样讲,道大成是佛? 为什么又如此解释,到了陀罗尼真言,成业力概念,为什么又有了变化? 都是因为所处的对象和众生所处的状态共业不同。 因此通过对业力的历史变迁,显现不同的分析,希望大家很清楚地认识到,自身业力的作用,与佛的愿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,只要我们能真正放弃自我,相信佛,那么一切都可以转变。 比如在显密原通成佛心药集中,心药中的原教部分,原教祖师讲,华言经云,不了于自新,于何之正道,比由编导会,增长一切恶。 清凉云,不依此物,所作非真,自为修行,原来结业。 就是你不悟这种华言境界,疲独法界,你以为在修行,其实你都在。 做轮回六道的业。 那怎么办呢? 有几个众生能悟疲独法界是真心的。 都是在造轮回的阴麻。 道大师这时比风一转,告诉我们,如果认识不到显缘,那么可以认识到密原。 什么是密原? 一句准题咒,所有都远了,因此我们看准题咒理。 翁蓝这个陀罗尼,怎么解释翁蓝这个咒呢? 此经法界蓝字,若想若诵,能令三叶息皆清净,一切罪障尽得消除。 在讲护身咒,若诵此咒,能灭五逆十恶一切罪业,显然能灭五逆十恶的罪业,它是上升到陀罗尼海洋的境界。 这种消业的理念,绝对跟小成业力概念有所区别了。 这种区别,正是对治我们末法众生乐业供业禅负的现象而。 用的重要,这种重要来自于佛果功德的恩赐,而不是我们的种植。 这一点需要大家思考,过去所说的,自己作业自己受,别人作业别人受,这是绝对的吗? 我们看经典的记载,新药中,故大佛顶经云,若读若诵陀罗尼者,此诸众生,纵其自身不作福业,十方如来所有功德,惜与此人。 在这里,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业力解释的突破,为众生开了一个更好的解脱之门。 比如我们现在所受的业果,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做的,有可能是父母给我们做的,也可能是国家给我们做的,也可能社会给我们做的,也可能是如来给我们做的,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做的。 所以说,能往生极乐世界,享受不退转菩萨的待遇,不是你做的业,而是阿弥陀佛做的业,这个观念十分重要,涉及到你对佛的信,信到什么程度,你福报就大到什么程度,你的福业就接受到什么程度。 因此我们要理解,陀罗尼也是这样,即使你送陀罗尼不做福业,十方如来也把功德给你了,这是佛经上清清楚楚的内容,这要求我们对陀罗尼,及对业的概念认识,要上升到另一个高度。 有人就问,亡人造业已成,已经剁三图了,为什么真言行者,或称亡人名字,或咒吐杀师亡人莫上师上,便令亡人转恶业得佛果? 为什么你这么问,为什么佛那么说,在这里我们只能是门心字? 自己的信心如何?信心有多大,你的福报就有多大,如来的功德才会给你多大? 因此在这个境界之中,如来不可思议功德,如来的智慧,并不是靠我们的思维能够理解的。 对业力的造作,对业力概念的理解,业力思想系统的理解,这只能站立在我们凡夫的思想解释它,来解释这个世界是如何构成的,是如何运作的。 业力如何运作,世界就是如何运作,我们只能看到世界的一方面。 十地菩萨一举足两知功德,九地菩萨不能知,何况我们凡夫众生。 因此在这里我们提倡为信,我们要深信,作为末法众生,我们坚信佛陀给我们末法众生开的一记猛药,就是陀罗尼,就是念。 法门,一句阿弥陀佛,可以灭八十亿劫生死中罪,一句咒语,能灭五逆十恶一切罪障。 参加大静观法会,我们去年一年做的业是可以解决的,不是靠你个人的修行,许多寺院,三宝,准提学院的全体师生结合在一起,这样我们以佛立即供修之力,以供业对质供业,就像把我们的一点苦涩的盐巴,洒向佛陀的大海一样,在这里就会消失得很快。 这是从印度教到佛教,原始佛教到大乘,到陀罗尼乘对质业力不同的方法,以及业力体系不同作用的原理。 业能不能转,就看我们的心量有多大,我们的心量是不是大海,我们对心的领悟,是不是达到了原教的境界,达到了华严的境界。 我们的业力如果放到陀罗尼的海洋中,是微不足道的,你的心量有多大,你对于业力的转变能力就有多大,你对佛菩萨的信心有多大, 那么你就有多大的能力,来转变你的心量。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思考,违信的佛力思想,是我们现在当今末法众生唯一转变业力的方法。 我们要用菩萨的四种应路,来庄严我们准提行者,要是刻意准提法的修行,来转变自己业力,来作为改变自己满念现业的主要方法。 如果大家感兴趣,可以参加学院俱舍论的学习,更好的理解俱舍论中对鬼神的解释,小成佛教对业力详尽的分析, 这里只是一个引导。 另外听了这次讲座,我们该对极乐世界升起信心,因为只有在极乐世界当中,我们所做的定业,不定业,所有的恶业都不会成熟了,因为那里没有恶元了,这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。 那么我们现实的业力,已经成熟的业力,或将成熟的业力,不能等到极乐世界了,快要成熟了,怎么办? 我们用准提咒,用佛力的思想,用共修的思想,靠供养三宝的功德,才能真正消除我们的恶业。 同时要知道,业力是种造作,我们过去一提业以为就是承受,业力是做,你要作业,你要不断地做善业,不断地给自己善的力量,那么恶的力量就无法显现了。 所以,我们学了业力的概念,不是要一味承受,始终在躲,躲,人给我们射的剑。 现在,我们要做盾牌,要真正作业,要有所行为,要报佛恩,报父母之恩,报社会之恩,这才是真正的善业,而不是躲避。 多案中给你射剑的那个人,用鬼傻的观点来恐吓自己,用冤心债主的思想,来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上。 而应该是放开你的胸怀,让自己跟随在佛陀的身边,跟随在佛陀的愿力大海之中,相信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,所有的恶业都会消除,我们临终都能快快乐乐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